緣分真的很奇妙 因為那時候 我開始學唱歌的時候 我不是跟高老師學 她就經過 她就聽到我唱歌 她就說 不如你跟我吧 我從此就開始跟了高老師學到現在唱歌 我們15個人的演唱會 我自己就越練越沒有那個狀態 那時候老師就突然間過來抱著我 她就開始哭 我還沒哭 她就哭了 這件事 是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 其實我跟Gigi的聯繫 是的確很深厚的 我很想令她感覺到 即使在中間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 up and down 但是 你不是一個人去度過這件事 我就在你旁邊 我甚至乎緊張 我代你緊張 有少許我覺得是這樣 Hello 情報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Cleo 高森惟 現在的我 基本上生命裡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放在教學上面 在音樂上面 除了跟她們上課 在演出以外的一些 可能心理的調整 輔導 我想本身做這個行業 其實每一天是經歷很多 up and down 而這個經歷 剛好我自己本身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已經經歷過 所以我很想把我自己曾經 已經遇過的一些經驗 我可以在現在提早 去給她們一些意見 在十二三歲就開始認識這個妹妹了 到她現在 叫做 開始有一個第一個小成就 時間很短 也是我們意料之外 所以每一個過程 其實我的確很欲緊 很緊張 是真的 因為我很擔心 會不會今次做得不夠好 會令她失了信心 Gigi本人 其實她自己要求很高 所以我也很擔心 如果那次的演出 對她來說 她是不滿意的話 我很擔心 對她自己成為了很大的打擊 影響到她 除了壓力之外 影響到她下一次 在台上的表現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很欲緊 甚至乎她還未哭 我就先哭了 還有我也很想讓她知道 她在這個過程中不是一個人 我想這個是 和我小時候的最大的分別